新經濟時間要請教舒翰主播 今天台股回神了 但是外資是不是還在繼續賣 好 帶大家來看到最新的一個消息 今天台股是開高走高的一個情形 而且一次就填補了 8月5號跳空的一個缺口 那我們最後看到是上漲了304點 收在了21773點 包括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 全職股都發威全力反攻 我們看到廣達最後是嘗試 上漲了6.8% 尾窗尾影大約是5%左右 那麼散熱族群的雙紅 是一個漲停的一個情況 不過其實我們也看到台股 在這個成交量的部分 還是比較萎縮一點點 是不是顯示這個市場信心 還是比較不足 可以來觀察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到法人預期外資有望 持續要來回補了 不過三大機箱要觀察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恐慌指數 是否持續走跌 再來是周K的部分 其實留下了長達了 1320點的一個下影線 再來是台股ADR持續走揚 不過是不是能夠持續的上去 還是可以觀察一下 再來是美國的相關數據 7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跟生產者物價指數的後世的焦點 都可以來去做一個相關的觀察 剛剛跟大家提到 整個交易量還是比較萎縮的一個情形 所以台股的成長動能有沒有旺 現在當沖稅要來說 要沿你到這個2027年底 預計下個立院下個會期會來進行闖關 不過現在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共識 第一是有人反對 因為怕這個當沖稅繼續減免下去 會變成割韭菜的機制 再來延長5年也有人這樣喊 9月就會開一展開一個工房了 不過其實政府還是要去想一想 你這個當沖稅 到底希望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到底是希望股市 變成一個大型賭場嗎 還有其實當沖稅 其實也補足了滿多的稅收 台風價放兩天損失30億 所以真的要思考一下 再來看到第二季的GDP表現 可能不如預期了 加上7月份出口成長 轉弱的一個影響之下 現在主計總數 可能原先預測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落在3.94% 不過第三季 第四季表現 現在都要打問號 下修的機率可能就要提高 好 剛剛聽舒涵講股市 再來看看房市 現在去買這個新建案的房子 公設比很可能在33%到35% 內政部說要改革虛平 但是成效似乎不樂觀 現在恐怕是連上路都有難題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抱怨說 買下來結果10平 大概只有6成而已 真的是太低 所以我們看到內政部 結果2月份拋出這個改革方案 停車空間要重新定義專遊 不過說是有點困難 因為地下室的機電垃圾回收等等 跟車道好像很難分離 再來是一個容積的計算問題了 電梯免計容積 而且官網會限1% 結果現在又說不同的住宅 對於公設需求差異很大 好像又是一個 至愛難行的一個情況 所以現在整個就是喊咖了 那內政部表示說 下半年第二輪座談會暫緩 而且主要聽說的理由 就是建商反彈 還有這個很怕房價會再上漲 會繼續聽取各界的意見 來尋求所謂的共識 那另一方我們來看到 這個共識也很難形成 就是危老的改建的部分 現在政策上有一些轉變 像是時辰的獎勵 到2025年的5月將會歸零 這不會再延續 因為本來就是一個獎勵機制 再來看到是預祝工法 這個工法其實是 認為會比較乾淨一點點 然後品質會比較穩定 可是成本要貴15%左右 可以取得3%到5%的獎勵 剛剛說成本貴15% 放寬門檻可是誘因還是很低 所以現場灌注的成本 還是比較低 所以顯然這個獎勵的成效 也有待我們來觀察了 你看到手機用戶 會許會發現在 在韓區裡頭 這個演員有折疊手機 上下開或是左右開 是否進入了戰果時代 真的是如此 尤其今年的奧運 我們也看到 三星還送給每個選手 這個折疊手機了 我們看一下 網路巨頭 Google也要加入戰場 14號就會來辦 Made by Google的一個發表會 第二代的折疊機 就要來上市了 我們看到非常的受到矚目 主打的就是超博 而且全新的一個腳鏈設計 也成為賣點了 所以當然帶動的 就是相關的供應鏈 包括了穩帽 經濟等等的 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個供應鏈將會迎來 新的一個訂單了 好 另一方面 我們就來看到 三星跟小米 還有這個Motorola的部分 其飛瓶陣營 現在都陸續推出了 折疊新機 現在調研機構就表示了 預估2024年折疊機的話 出貨量應該會達到2500萬隻 年增來到37.6% 那麼業界也表示 從消費者的這個銷售狀況 可以得知整個這個市場的動態 現在接受度快速的提升 主要就是因為價格 真的是比較低一點 還有AI的應用了 那麼除了以上的重點 提供給您之外 歡迎您掃描的是旁邊的QR Code 下載TVBS的APP 掌握更多資訊 以上今天 新景季